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大家好 今天夏天 很多女性朋友都会问我一些 关于减肥和瘦身的问题 今天邀请到家庭医生 張医生 帮我们讲一讲 用西药去做减重和减肥 Hello 张医生 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第一个是关于 吃西药是否可以很快速 達到减肥的效果 第二我们会用西药去做减肥 第三和西药的原理 其实是什么呢 是的董姑娘 其实在市面上也有些人 会用一些药物来做 快速减肥减重的方法 例如一些我们叫做 西部曲名的药 这些是一些抑制中枢神经的药 但是由于副作用太多 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 已经全球禁止了 而另外一些药物 例如去水丸 卸药 甲状腺药 糖尿药 抗抑胃药等 都有不少的人 利用了这些药物的副作用 来达到减重和减肥的效果 哦 原来是这样的 但是我听别人说 一停西药就会反弹得很厉害 而且会有很多副作用 例如不开心 那其实是不是呢 是的 没错 由于是吃药的关系 那些药力一过了之后 其实之前的收伤和减重的情况 就会很快打回原型 而且吃药的话 也会引致很多不同类型的副作用 刚才说过的西部曲名为例 其实它是会令到我们 反胃 作呕 头云 心跪 以及有精神异常的状况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 医学界也不会再用来减肥 其他的一些药物 例如去水丸 卸药 也会有利尿和排便 会令到你有肚射的情况 而甲状腺药和糖尿药 其实也会影响 病人自己本身的新层代謝率 所以我们是不会建议 别人用食药来达到 减肥瘦身的功效 那张医生 我听说 有些外国的网购 团购 有些针打完之后 可以极速瘦身 那其实是不是 没错 其实现在我们都会有些减肥的针 是给一些肥胖的人士 而他有很多慢性疾病 用这个方法来处理体重问题 但是这些针药 全部都要经过医生和你做评估 而经过医生去处方才可以使用 贸贸然使用的话 其实对自身都会有伤害 况且网购的话 药物的安全性 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大家要小心 明白的 其实西医有没有瘦得健康的方法 可以提供给我们 其实我们都会建议 用一些健康的生活模式 来逐步逐步去瘦身和减重 适量的运动 均衡的饮食和作息定时 其实都会令到大家可以瘦得健康 谢谢张医生 我想问一问 其实我又算不算肥本呢 好 让我给大家看看吧 其实你大部分的脂肪 都是储存在中央肥本的位置里面